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细节 它的副标题是如何轻松影响他人 这是一本教你如何通过细节来对别人产生影响的工具书 在生活当中人们常常被一些微小的细节影响着 从而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的行为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 我们去商场和超市买东西 很多商品的定价都是用数字99来结尾的 像是299 1块9毛9 你可别小看这少掉的一块钱 甚至一分钱 它能让人们不自觉地认为商品价格便宜 从而掏钱购买 曾经美国有家零售商决定打破这个定价方式 推行整数定价 比如把标牌上19块9毛9的商品改成20元 结果第二年 这家零售商的销售额几乎下滑了30% 再比如 开会时改变桌椅的摆放方式 能影响参会人员的态度 老板激励员工的时候 提醒员工他们的工作有多重要 有时可能会比直接发钱效果更好 在为心上人挑选礼物的时候 简单地从他的心愿单上挑一件送给他 是最轻松 也是最容易令对方满意的方法 这本细节里 总共记录了50多个用微小细节 影响他人的实操案例 这本书的三位作者分别是 罗伯特·西奥尼迪 史蒂夫·马丁 诺厄·戈尔茨坦 他们都是美国影响力和说服力领域的权威研究者 其中第一作者 西奥迪尼 被称为影响力教父 他的著作影响力畅销全球三十多年 一共卖出了两百万册 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如果说影响力是理论指导 那么细节就是简单实用的工具包 手把手地教授你影响他人的技巧 经纪人杂志评论这本书说 读完这本书 你也能成为一个绝顶聪明的商业专家 好了 说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本细节 由于书中案例很多 每个背后都有它的原理和适用范围 今天我会重点讲三个关键词 告诉你如何用好它们 巧妙影响别人 第一是从众 第二是承诺 第三是机会成本 下面我们就先来说说 第一个关键词 从众 人类的行为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 在做什么事之前 我们总会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比如我们看电影之前 会先看别人的评分 买东西之前也会看别人的评价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从众可以帮我们快速做出决定 此外 人们还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同 而跟别人玩同一款游戏 喜欢同一位明星 支持同一个球队 也能让我们彼此之间感觉亲近 顺应从众心理 作者认为 有四种小技巧可以更有效地影响别人 它们分别是 向大众借力 依靠小众的反作用力 利用地点和称谓的相似性和利用环境暗示 第一个技巧是向大众借力 意思是说利用社会上的大多数 推动少数人做出改变 好多年来 英国的纳税人在申报和缴纳税款上 拖延的现象都很严重 对此英国税务海关总署一直很头疼 后来官方接受作者的建议 在纳税人的缴税通知函中加了一行字 提高了将近30%的清缴率 多收上来2亿英镑 这行字是什么呢 就是按时缴税的真实人数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当人们看到 有这么多英国民众都按时缴纳税款 还没交的人 就会激活自己的从众心理 乖乖寄来支票 所以强调你所鼓励的事情 被大多数人认同 有助于塑造人们的行为 同样的 如果你想让目标客户 参与某个产品发布会 可以诚实地指出 还有多少家友商 已经接受邀请准备出席了 有的环保项目宣称 帮助人们节省的电能超出60亿度 节省的费用超过7.5亿美元 公布绝对的数字 能暗示人们 还有许多其他人也这么做 从而鼓励人们积极参与 第二个技巧 是依靠小众的反作用力 也就是把负面行为 和说服对象 所抵触的身份关联起来 群体之间有划清界限的动机 比如 曼联队和利物浦队的球迷 总是视同水火 你也会刻意避免 跟自己看不惯的家伙撞山 这种 避免和他人一样的心理 看上去特立独行 其实是人们的心理共性 换言之 避免从重 是从重心理的 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研究者在同一所大学的三个宿舍 卖出了同一款手环 这三个宿舍当中 有一个是学霸宿舍 由于他们经常过于积极地参与额外的学术活动 被普通学生认为是怪咖 而在剩下的两个宿舍当中 一个宿舍的学生 由于在食堂吃饭的缘故 会经常跟学霸们碰面 另一个宿舍的学生则不会 研究者想知道 当普通学生发现自己跟学霸戴的是同一款手环 会有什么反应 结果很明显 经常见到学霸的那个宿舍的学生 超过三分之一不再佩戴手环 而不跟学霸碰面的学生 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这说明很多人都不愿意和自己讨厌的人贴上相同的标签 所以第二个技巧与第一个相对 如果你想制止别人的行为 就说这种事情只有讨厌的人才做 也就是把行为跟别人不想要的身份联系起来 比如三星手机有一则广告 就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这则广告是三星来讽刺老对头苹果公司的 画面中一大群青少年在排队等着购买iPhone 队伍中几个人聊起来 一个人说他最近买了三星手机 在这里排队只是帮忙占位置 接着镜头一转 我们看到他是在替谁排队 原来正是青少年们最不想与之为伍的父母 这个广告通过把苹果用户跟中年父母联系起来 鼓励年轻用户去买三星手机 在使用以上两个技巧的时候要注意 由于人们更加在意违背社会规范的代价 而不是顺应规范的好处 所以你先要调查了解社会规范是什么 也就是大众认为什么样的做法是对的 然后拿小部分人说事 举个例子 主管都希望下属养成守时的习惯 提高工作效率 如果大家觉得开会经常有人迟到 说明迟到的是大众 守时的是小众 主管应该拿守时的小众说事 他就得强调守时的人身上有什么优秀品质 比如工作态度积极 尊重他人时间 如果大家觉得开会迟到这事不怎么常见 那么迟到的人就成了小众 这时候主管拿小众说事 就要指出开会经常迟到的人非常不负责任 第三个技巧是 利用地点相似性和称谓相似性 深化社会认同 很多手机游戏公司应用了向大众接力的方法 在内购页面打出 81%的顾客购买了礼包的广告 这很明智 但是如果根据玩家的所在地来修改这句广告语 比如对江浙户的玩家说 81%的上海玩家都购买了礼包 就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因为地域的相似性会强化从众心理 人名也有同样的效果 心理学中有个术语叫鸡尾酒会现象 意思是在喧闹的鸡尾酒会上 你正跟某个人全神贯注地聊天 但是只要房间远处有人提到你的名字 你的注意力会马上转移做出反应 这说明人们是多么重视自己的名字 在国外 台风救灾捐款的活动中 心理学家也发现 如果某人英文名的首字母 刚好跟台风名字的首字母相同 那么他捐款的可能性会高得多 你可以回想一下 逢年过节的短信 上面写着你大明的祝福 总是比群发的新年快乐 更讨人喜欢 总之加上名字加上地点 影响力也随之加强了 第四个技巧是利用环境暗示 因为环境可以传达出社会规范的意味 体现了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 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放任不良现象存在 会诱使人们仿效 甚至变本加厉 这在犯罪学中叫做破窗效应 研究者把一个贴了邮票 写了地址的信封 半塞半漏地放在了邮箱里 好让路人看得到也拿得到 信封里明显放着一些钱 当邮箱周围的地上没有垃圾时 只有13%的路人 偷走了信封和里头的钱 而当地上扔了垃圾之后 偷窃率几乎提高了一倍 反过来 看到积极行为 人们也会效仿 另一个研究显示 正常情况下 超过三分之一的路人 会把广告宣传单 随手扔在街面上 但如果路人看到 有人把被扔掉的传单捡起来 扔垃圾的比例 就降到4% 好了 我们现在说完了 第一个关键词 从众心理根源于 人们高效做出决策 获得他人认同 以及塑造积极自我的需要 利用从众心理 影响别人 可以采取向大众借力 依靠小众的反作用力 利用地点和称谓相似性 还有利用环境暗示 这四个小技巧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第二个关键词 承诺 当人们做出承诺之后 他们就会希望自己的行为 与承诺一致 这是因为 只要我们对一件事情 拿定主意 就不用从庞杂的信息中 劳心费力地权衡离弊了 再遇到类似的事 与之前的决定 保持一致就行 而且人们有自我说服的倾向 一旦做出承诺 就会用各种方法 让自己相信自己做得没错 此外 言行一致还跟诚实有关 能给人个性坚强 智力出众的印象 根据这个心理 作者认为 我们可以采取要求主动承诺 公开具体承诺 进行未来绑定这三种小技巧 更有效地影响他人 第一个技巧是要求主动承诺 曾有这样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假扮海滩游客 把一个收音机 放在某个正在晒太阳的人身边 然后下海游泳 第一种情况下 研究者会请对方 帮忙照看一下东西 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了 并且做出口头承诺说 没问题 第二种情况下 研究者没有请人帮忙照看 接着 有另一位工作人员 顺手牵羊跑过来 抓起收音机就走 在没有要求口头承诺的一组 20个人里 只有4个人阻止小偷 而要求过口头承诺的那组 20个人里 有19个人采取了行动 请求口头承诺的技巧 可以被应用在很多场景 比如主管让下属 把刚才布置的任务重复一遍 执行效果会更好 所以 如果你想要别人按你说的做 就应该请求对方 向你做出主动承诺 第二个技巧是公开具体承诺 研究者曾经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酒店 做了个实验 请客人在办理入住时 做一个与环保有关的小承诺 一种情况下承诺比较宽泛 客人们只需在 愿意在入住期间保护环境的表格选项前打勾 另一种情况下 表格上的承诺更加具体明确 比如愿意在入住期间重复使用毛巾 此外 酒店还给做出承诺的客人 赠送了地球之友的徽章 结果显示 做了明确具体承诺 并且还同时得到徽章的一组 除了确实重复使用了毛巾 还做了其他更多有利于环保的事 这说明具体的承诺 比宽泛的承诺效果更好 使用公开具体承诺这个技巧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确保承诺的具体性 在刚才的案例中 环保是很宽泛的概念 重复使用毛巾这个行为就很具体 容易落实到行动 第二步是在实践承诺的环境中 放置一些提示物品 比方说别在胸前的徽章 回到工作中 如果老板想让员工节约办公室能耗 就应该首先请大家 每天晚上上下班后 把废纸放进回收纸楼 然后在纸楼附近的电器开关上 贴一则提示 勿忘环保承诺 请随手关闭电源 第三个技巧是 进行未来绑定 所谓未来绑定 就是当你想要说服他人 接受某个对他们有好处的改变时 不要让他们立即就改 而是把改变放到未来某个时段 比方说 你是公司的领导 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流程 如果立即执行 恐怕反对意见会很强烈 但是如果你提前开会 跟员工打好招呼 说三个月之后会进行改革 比起马上就改 在前期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不远的将来和三个月之后的未来 在人们心目中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想到眼前的事 人们考虑的是 愿不愿意 往往关注付出 与损失这些具体的东西 而想到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 人们考虑的是 应不应该 往往关注意义和价值 这些抽象的东西 只要这件事与自己价值观相符合 就会很轻易答应下来 并且确实遵守承诺 还有一种未来绑定的办法是 指出对方应该对未来的自己负责 比如在一次退休金储蓄计划研究中 研究人员用计算机程序 模拟出实验对象 年老时候的模样 实验对象存钱的比例大大提升 同样的 如果向烟民展示 吸烟是如何加速身体衰老的 并且把衰老的模样 呈现在他们面前 也许会激发人们 做一些长期而言 对自己有益的事 好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二个关键词 承诺 大多数人都有言行一致的愿望 因此 我们可以采取三种小技巧影响他人 一是提出要求时 请求对方主动承诺 二是确保承诺的具体性 并且公开这份承诺 三是通过未来绑定 来激发对方做一些 长期有意义的事 接下来 我们进入第三个关键词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当你为了选择一个方案 舍弃其他方案时 被舍弃的方案 可能给你带来的直接收益 书中举了个绝妙的例子 说是有个顾客 给手机运营商打电话 客服那头系统卡顿 顾客等的不耐烦就想挂机 为了留住顾客 客服说 请您告诉我 您最爱听的歌是哪一首 顾客说了一首歌 没想到 客服当场在电话那头 为他唱了起来 在这个略显无理头的例子中 听歌的可能 就是顾客挂断电话的机会成本 因为你挂断电话 就听不到客服给你唱歌了 这位聪明的客服 通过人为赋予机会成本价值 留住了顾客 那么日常生活中 如何利用机会成本 影响他人呢 方法就是 给决策者一点小小的帮助 把机会成本说得清楚一点 因为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往往意识不到机会成本的存在 宜家有这样一个广告 画面的左边 一个闷闷不乐的女子 站在一个时髦的鞋柜旁边 空空的鞋柜里只有一双鞋 下面写着 一个定制鞋柜加上一双鞋 等于1700美元 而右边女郎站在一个 没那么花哨的宜家鞋柜面前 柜里的鞋子多到装都装不下 广告词写着 一个物美价廉的宜家鞋柜 加48双鞋 还不到1700美元 这就直接指出 如果你买下了定制鞋柜 可能就买不了几双漂亮的鞋子 定制鞋柜的机会成本 是放弃了买鞋柜的初心 更容易吸引顾客 买下广告中的一家鞋柜 当你希望促成决策的时候 你可以把机会成本 具象成价值不高的东西 迪比尔斯是一家钻石公司 除了钻石横久远 一颗永流传 这家公司还有另一个 很经典的广告 那上面印了一对 硕大的钻石耳环 旁边写着 明年再装修厨房吧 你看 这就应用了影响策略 直接指出 选择钻石的机会成本 不过是以后再装修厨房 给人一种 厨房什么时候装修都行 但是钻石 现在非买不可的冲动 相应的 如果你想阻止决策 可以将机会成本 具象为看上去很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 为了别让顾客失去耐心 餐厅会给等待就餐的家庭中的儿童 发放一些小玩具 金融机构 调整自动语音系统 让拿着电话 等待接线员的客户 收听一些理财小知识 都让放弃等待这件事的机会成本 变得更有价值 也就更有留住顾客的可能了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三个关键词 机会成本是当你选择了另一个方案时 你可以获得的直接价值 要想对目标施加影响 关键在于 直接了当地 告诉他 机会成本所在 细节这本书 有五十多种通过细节 提升影响力的技巧 而我们着重介绍了 从众心理 承诺 与一致性 以及机会成本 这三个方面的技巧 那这些技巧 是不是用得越多 影响他人的效果越好呢 答案是不一定 因为有些技巧背后的心理机制是忽不相容的 放在一起未必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反而化舌添足 这本书原本讲的就是通过小改变产生大影响的策略 正因为技巧很小很微妙 才不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和注意 假如你挖空心思 为了影响别人使劲浑身解数 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暴露自己说服对方的意图了